当人们都在为徐志摩的浪漫、热忱、痴心和执着着魔时 回看当年,我们也不得不承认 她对她的原配夫人张又怡是无情而残酷的 严锡如曾经这样评价张又怡 她是民国女子中放下爱却不放弃自己的立志楷模 以荡气回常的逆袭人生 告诉你,风花雪月从来就不是一个女人的全部 张又怡之于很多人而言,是陌生的 虽然她还是徐志摩的第一任妻子 她出身一个富商家庭,父亲张润之,兄妹十二人 二哥张军丽和四哥张家欧的政治名气最大 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 线条慎美,雅爱淡妆,沉默寡言,举止端庄,秀外惠中 这是当时人们对张又怡的评价 而徐志摩在当时也是名造一时的才子 在外人看来,才子被家人应该是最完美的姻缘了 那一年张又怡15岁,徐志摩18岁 两个人在家人的撮合下成婚 可就是在这样一桩婚姻,给张又怡带来了数不清的痛苦和伤害 在徐志摩眼中,张又怡就是一个土包子 婚姻也不能改变自己对张又怡的偏见 张又怡出身名门,张家又是有名的富商 说又怡是土包子,应该不是从出身和地位上来说的 这样说来,徐志摩是嫌弃张又怡没有见识 思想传统保守 很多人都觉得,父母真命没说之言的包办婚姻 特别是这些大文豪的原配太太 大多是没有读过什么书的 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张又怡本来就出身在一个富裕的家庭 从小接受教育 而且读的书也并不少 还上了女子师范学院 只是因为后来嫁给了徐志摩,学业尚未完成 那么,为何徐志摩一直说张又怡是个土包子呢? 我想应该是因为当时西方文化的渗透 东学西建,又怡不是没有读书 他只是没有读过西方的书 接受的是传统的中式教育 而徐志摩作为中国近现代文化中 最早一批接受西方文化的文化学者 非常认同民主和自由等西方文化思想 所以他会本能地认为张又怡就是土包子 从这个层面上来说 这双婚姻一开始的张又怡来说就是残酷的 而自徐基凯出生以后 徐志摩就远渡重阳离开了张又怡 虽然在中国文学史上 徐志摩无疑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作家和诗人 但是作为一个丈夫 他堪称现代版的渣男 致自己的妻儿与不顾 自己一个人远渡流洋 甚至为了能当面和张又怡离婚 他不惜将张又怡接到自己身边 一边对明徽因展开疯狂的追求 一边逼迫怀孕两个月的张又怡离婚 在看清了两个人的感情之后 张又怡非常果断地放了手 同意离婚 这是中国史上依据民法的第一桩西式文明离婚案 无碍的婚姻不要也罢 在最艰难的日子里 张又怡读懂了命运 并且选择坚强地活了下去 一场无声的阵痛 让这个懵懂的女人突然长大 此时的她已然明白 唯有依靠自己才可以勇敢地面对一切 她在哥哥的帮助下开始学习德语 并且专攻幼儿教育 最终靠着自己的聪明和智慧 张又怡不仅进了东吴大学教德语 在银行出任副总裁 而且颇有商业头脑 在商场上风生水起 努力的人一定可以遇到人生中的美好 张又怡也不例外 50多岁的时候 她遇到了她人生中的爱情 这个人就是中医俗己知 虽然人生已过半百 但是在最后的日子里 他们幸福地生活了28年 在苏医生走后 张又怡也于1988年离开了人世 临终前的张又怡 为这一段沉重生活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 我是秋天的一把扇子 只是用来驱赶歇血的蚊子 当蚊子咬上月亮的时候 主人将扇子给撕碎了 很多人在了解张又怡的人生之后 很喜欢将她和鲁俊之妻朱安对比 他们两个都有过一段无碍的痛苦婚姻 但是结局却完全不一样 朱安一生都在这段婚姻里痛苦挣扎 而张又怡在面对徐志摩离婚要求的时候 果断选择了放手 失败的婚姻对张又怡而言是涅槃重生 她逆袭成为了商业精英 引领了当时的时代潮流 最终也收获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她的经历告诉了所有女人 婚姻不是女人的全部 女人应该活出自己的精彩 她能够得到最终的身份 她们在张又在里面 她们是一样的 我们是她的enty子 我丞丑 是她的 感谢观看